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呀 又要撒狗粮 大白 如果今天某些人不求婚 那我就 有屁股吗 你把手给吧 又吗 把手给吧 又吗 大白 我叫了那么久的媳妇 我知道在你心里 没有真的把我当做你的老公 今天的求婚 虽然晚了一些 但是 我还是想告诉你 谢谢你曾经嫁给我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媳妇了 相信我 我一定会努力地攒钱给你买套房子 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们生一群孩子 幸福地做完一辈子 你要是愿意 就收下吧 你要是愿意 你要是愿意 要是不愿意 还来得及 李大白 我爱你 我爱你 了吧 我爱你 可以 吧 我爱你 啊 我爱你 那 estimates retailers 都ax屐 女士 朋友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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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也可以搂我的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如果你介意的话 我不介意 你看一下 这个是我做的方案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最适合 咱们山之屋中央实财管理基地的方案 因为这样的话 咱们就能够把原材料直接运送到这里 既能够保证食材的新鲜 又能够保证它的供应 都说男人工作的时候特别的帅 女人在工作的时候更迷人 行了 跟你找工作呢 来 你看看 你看 你看 来 这个是这 行 这样最好了 可以解决我们的食材的安全问题 而且山之屋可以扩大的经营 嗯 虽然我们的投资成本会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 值 那你会支持我吗 我当然会支持你了 但是我们现在这样做的话会需要很大的资金 这段时间我可能会去忙着筹资金 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你 商量什么呢 陆小姐 轩军 你怎么来了 来找你 算账 行 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我而起的 你要是有什么要说的 你就跟我说吧 招商隐私 招商隐私怎么不找我呀 怎么 扩大经营了 就把我这个原始投资人给甩了 算我一个 陆小姐你 我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还愿意投资山之屋 看给你们紧张的 逗你们呢 逗我们的 不过说真的 上一次投资山之屋 资金和利润已经全部收回 这一次我准备以陆氏的名义 投资山之屋 和你们一起大展宏图 而且 我非常喜欢 喜欢你们这个团队 谢谢你啊 陆小姐 客气了 那个 你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我后处还有工作 你们聊啊 合作愉快 欢迎回到山之屋 这 这 你们的故事我都知道了 有兴趣听一下我的故事吗 我不后悔自己之前喜欢过你 爱过你 真的 只是后来发现 世间上任何事情一旦强求 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女人这辈子 就是要找到一个 疼爱自己 欣赏自己的男人 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看样子 看样子 你已经找到那个人了 其实他一直都默默地陪在我身边 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 他是个服装设计师 但是他是那种 特别有才华 有智慧 又特别温暖可爱的人 两年前我们在服装设计 杀龙上任时 我经常去他店里做衣服 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发牢骚 他总是耐心地听我讲 细心地开讨我 给我讲各种各样的笑话 听起来 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人 而且非常有才华有智慧 后来我渐渐发现 他对我好像 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超越了朋友之间的那一种 可能之前我的注意力 都在你身上 从来没有回头证实他的爱 就在我那段时间 被你拒绝以后 我感到自己很伤心很难过 觉得自己有种促败感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这种挫败感是我给你的 你不需要和我说抱歉 真的 在爱情上坚持自己的观点 是正确的 就是那段时间 他就一直陪在我身边 无畏不知地照顾我 给了我很多温暖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大概是你 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他也正好爱着你 等到你有天老了 你就可以对自己说 你这一辈子 没有白活过 就在你转角的时候 就遇到了珍珠的爱情 是啊 女人的幸福就是这样 遇到那个爱自己的人 就会一辈子的幸福 几几天我又出差就了趟三亚 当我走在海边的时候 我记得 天很蓝 还很酷 reminder simplicity 我也准备 loos了 听你这么说 好像真的还挺幸福的 真的 高兴 谢谢你 我找到了我真正的幸福 我也祝你幸福 我们都会很幸福的 高董事长 在宜董中交代过 一旦山植物的营业额 连续三个月 超过五百万元 就把它生前 录的一段视频交给你们 现在山植物的营业额 已经达到了 交给你们 好 高兴 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爸爸看到已经不在人世界了 但是在走之前呢 我想给你们说一件事 因为这件事情 它让我内疚了一部分 一辈子 是什么事呢 就是那个 我们山植物中毒事件 但其实造成这个中毒案件 不是杨勇敢和亲一约夫妇 是我 是你们的爸爸 我那时候因为 因为节省成本 所以 我就进了不新鲜的腊肉 混在医院 它从家乡 进货的又是腊肉 才造成了顾客和你的中毒 我来查出中毒的原因 杨勇敢夫妇 杨勇敢夫妇 他们很勇敢地就承担了责任 我出差回来 知道这事之后 已经无法挽回 而我一直没有勇气去承认 但是 是我害了杨勇敢他们夫妇 我为了这个团队继续经营 不受影响 我选择了隐瞒这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只有李俱良 和郭师傅他们知道 这也是我想 为什么 郭师傅他 他心灰意冷的 离开餐厅 去国外去谋生 为了这件事情 爸爸一直很内疚 一直到现在 我都 都无法弥补这个遗憾 而医院 你们的秦阿姨 她 她也是爸爸初恋的爱人 爸爸 爸爸觉得 对不起他们 对不起他们一家人 所以啊 高雅 高兴 我们做餐厅 就是做良心 你们要继续爸爸的教训 以后 在食材方面 你们一定要严格把关 在管理呢 一定要事物巨细 对客人 要贴心照顾 还有 高雅 爸爸因为 最近人因为生意 还有自己的一些自私的想法 在你成长的这过程当中了 少了很多呵护 爸爸觉得 觉得很对不起你 真的对不起你 希望你以后能够好好照顾你自己 找一个你真正 你自己爱的人 OK 爸 你很优秀 爸爸一定没容 给妈亲一个 爸爸 爸爸 爸爸再说一声 爸爸对不起你 希望你能原谅爸 我知道你对我说的话都是为了我 爸爸 爸爸 考虚 爸总是认为啊 最好呢都给你规划好给你 对你来讲是一件好事 其实我后来想一想 我这种独断专心 是扼杀你的成长 其实是 你的一些埋怨 我完全是错的 从你妈主演之后呢 我发现了 我发现我们一家人 从来都没有在一起吃我一次团圆饭 这件事情 爸爸 爸爸就觉得很遗憾 爸爸觉得 我觉得我对不起你们 你能原谅爸爸吗 你能原谅爸爸吗 好 还有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找到杨师傅 杨勇敢她的女儿 杨小柔 直觉告诉我 这个女儿 她能挽回真正的你 所以 我也把餐厅交给她 交给你们 那现在 当你们看到了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证明了 爸爸的判断没有错误 你们成功了 最后呢 爸也要给你们说一句话 这句话呢 我从来也没跟你们说过 今天啊 我要正宗地跟你们说 我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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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们的妈妈 爱这个家 我非常非常地爱你 所以去哪儿 呢 爸爸爱你们 爱你们的妈妈 爱这个家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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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配 我叔叔怕 怕我心里 小绕 我应该珍重提示地跟你再说一声对不起 我们之间就不要再说对不起了 都过去了 我们一定要把善之物做好 不能让他们失望 既然要扩大善之物的经营 那厨师是必不可少的 我和郭一扬制定了一套计划 想马上实施 好 首先 我们一定要招聘一批新的厨师 让他们到正规的厨师学校 接受正规的培训 其次 咱们善之物有一批优秀的老员工 他们的实战经验非常地丰富 所以这一批接受过正式培训的新员工 一定要接受老员工的再一次批训 还有咱们的中式正餐的厨师 都是通过师承学艺 他们根本就不重视专业的培训 还有系统化的学习 所以他们才一直都突破不了 中式正餐进入更高水准的瓶颈 我觉得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 餐饮不仅仅是一项服务 它更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门科学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把餐饮提供到艺术化的水准 让吃饭成为最幸福的事情 我支持你 全力地支持你 妈 你知道吗 高叔叔他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了 而且他也在视频里跟高姓和高雅说过了 当年的中毒案件啊 不是你和爸爸造成的 不是你和爸爸造成的 这件事情终于过去了 我的好妈妈 你和爸爸 是清白的 妈 来 中午想吃什么呀 那可以 我这样和你一起 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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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总 哇 好香的腊肉啊 小柔 给你寄了些腊肉 是你妈妈亲手做的 你妈妈好多年没有做腊肉了 那天你回桃花江之后 她突然要我和她一起去买了最好的五花肉 做了这些腊肉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给你做的 所以我就给你寄来了 所以我就给你寄来了 让她吃今天 吃雨沙 咋子 吃雨沙 吃欧 蚀 雪 吃雨沙 尴湖 吃雨沙 看雨沙 吃雨沙 她的菜 蒸腊肉 杨小柔 杨小柔 你记不记得第一次你在我家 给我做腊肉的时候 差点让我吐了一地 倒掉 这可不是我做的 我妈妈亲手做的 秦阿姨做的 我爸时间跟我说 秦阿姨做的腊肉 是天底下最好吃的 这还是 她回桃花江这么多年 第一次做这道菜呢 我前几天回家去看妈妈了 我把高叔叔的事情告诉她了 我走之后 妈妈就做了这道 很多年都没做过的菜 我猜 她应该听明白了 既然你的挑食证都好了 这么好的菜 要不要尝一尝 嗯 来 好 来 怎么样 那不行 你别勉强啊 你快吐出来 吐出来 没事吧 没事吧 对不起 好吃 你又耍我 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多吃点 杨小姐 你现在呀 不光是得到了我的胃 还得到了我的心 你说 你说你是不是现在离梦想跟进了一步啊 只要方向对了 努力就会实现的 那你呢 你不是一直都有一个画家梦吗 现在做生意了 不想画画了 啥 高兴 我有一个想法 想跟你商量一下 干吗 这么认真 老头都不敢跟你开玩笑了 你才认真哪 ату 我最近越来越严格 搞得我都害怕 我这个主厨的乌纱帽掉 你放心啊 有我在 你这乌纱帽掉不了大了 我想离开你 高兴 虽然我很舍不得你 还有妈妈 但我还是决定要离开一段时间 一名优秀的厨师 除了要会做菜 还要有良好的品德 和开阔的眼界 以及高水准的评鉴力 其实以前大家对我的评价是对的 我有天分 有热情 也很努力 但 还是缺少眼光和历练 只有对自己要求高 才能对别人要求高 如果我不能以德服众 以厨艺服众 又怎么能胜任主厨的位置呢 我和易扬商量过了 现在山之屋的整体业务 我都上了轨道 他也赞成我到法国的厨艺学院 去接受一段时间的正规训练 这样我才能放开眼界融会中心 我们都还年轻 暂时的分开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你赞成吗 赞成 董事会决定 由高雅出任方山集团董事长 韩木出任方山集团总经理 高雅出任方山集团副总经理 进 高副总 韩总 韩总 恭喜你升职啊 现在是个总经理 以前是个副的 怎么了 现在官比你高一级 心里是不是不平衡啊 你这么说的话吧 多少还是有一点吧 不过 我非常喜欢这个决定 这种活 还真得你这种精明能干的人来做 再说 你不由我姐压着你呢 姐 聊什么呢 聊聊男人之间的话题 晚上我们去庆祝一下吧 庆祝 韩木生旨 算了吧 你们俩的二十世纪 我就不去打扰了 别打扰人家 人家还要去更新什么 劳伦斯的美食地图呢 小柔 还没有消息啊 一年的期限到了 山珠的业绩完成 已圆满地完成了 爸爸留给你的挑战 我想爸爸现在在天上 一定会替我感到骄傲的 爸爸一直都给你教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拿到分红了 正好我和小野之前 资助的那些贫困儿童生的 学费已经没有了 现在我可以把这些钱 拿上门过去 看来 劳伦斯先生 并不是像传说中的 那么唯利是图吧 咱们的数额 还能撑多久啊 差不多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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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给我一年时间 我就回山珠屋去 我去完成我爸给我的挑战 咱们的资助计划不能停下来 对呀 这个资助算我一份 也算我一份 行 感谢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现在我们方山呢 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厨师培训基地 所以我想把 望远镜的分子料理实验室也放到里面 以便我们更好地去研究如何把分子料理和大众餐饮结合在一起 至于人选方便嘛 我想到一个人 就是如今法国餐饮界的新秀 罗拉 罗拉不仅可以把中期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而且她在上个月的分子料理大赛中 打败了丹尼尔 所以我认为 她是这个实验室最合适的主理人 而且也是我们方山下一步发展计划中 我觉得最合适担任初评总监的人 这个是我的计划 你们看一下 今天你看一下 她这要的薪酬可真是不低啊 所以我觉得 人家高自然有高的道理吧 那既然是人才 韩总 你去谈吧 好 看咱这阵盏 全公司集体出动营给了 那当然了 人家现在是明初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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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不 minded 大家好 我是 佐拉 各位 好久不见 罗拉小姐 欢迎加入黄山 好久不见 不认识了 别吓了 罗拉小姐 我说过 无论你跑到哪里 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屁 不要以为你跟我姐 还有我准姐夫商量过 我就不知道你在哪儿了 我一直默默地关注着 你的一举一动 之前我给了你一个 捞乱死的惊吓 现在 你给了我一个 罗拉小姐的惊喜 我该 怎么报答 不认识 那呀 我该 怎么了 我该 home 你不在这儿了 我该 说了 我该回吧 这只是碰到是不是 不行 我已经不会看你 就是碰到哪里 我不是他 我问我 我不是他 嫁给他 加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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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第三次救波冲战 我再也不想失去年 我好想年 我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